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 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 1947年10月,川东领委建立,王璞担任书记,向南冲所属党组织传达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式及前应的指示精神 要求各地以筹备武装斗争为契机,一手抓党组织的发展,一手抓地方中上层人士的宣传,争取工作 在南冲永安乡,党组织通过乡长共产党员邓林轩,掌握了各岛的枪支弹药 隶属川康党组织领导的南冲党组织负责人袁冠,对乡民的进水乡非常重视,争取了乡长胡玉侯,控制了乡政权 渠县、达县、迎山党组织合并成立上川东第六工委后,工委委员王敏来到迎山县 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 控制了部分乡政权,掌握了部分地方武装,建立了党的秘密工作据点,为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48年4月,重庆挺进暴事件发生后,川东重庆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和威胁 为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的破坏,提前发动华银山地区各县的联合大起义 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的逮捕和围剿 7月,第六工委在迎山县同古寨召开会议,决定响应华银山武装起义 计划在大巴山坚持游击战,建立根据地 华银山地区联合发动的武装起义爆发后 大竹、南冲两个专属的保安大队,配合各县的警察中队相保武装 对各个游击队支队进行阻击和包围 紧接着,重庆随属在岳池县城设立华银山区青角指挥所 调集省保安第二团、新七旅一部和重庆内二警等进行重兵围剿 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仍然纷纷展开游击斗争 到九月底,上川东游击纵队的武装包动队伍 除少数分散坚持游击斗争外,其余均遭失败 参加起义的工委全部解体,王璞也不幸牺牲 十月末,第六工委委员熊阳化妆来到迎山安化乡 向王敏及迎山特支的同志传达了上级关于不再搞大规模武装起义转入分散隐蔽斗争的指示 与此同时,敌人在迎山对共产党员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捕 邓安镇、陈用舒、赵树仁、张崇古等相继被捕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改变,他们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 没有把武装力量拉出来,直接投入联合起义 因此保存了革命力量 为迎接南冲解放,配合接管,准备了一批骨盖